这是白将军的抗热旅程 一、研究动机 近年来化学农药的出现导致农民在农业上接使用化学农药 而使用化学农药会导致害虫产生抗药性 要驱除这些产生抗药性的害虫 则必须使用更大量的化学农药 在使用这些化学农药时 消费者们则会把这些化学农药吃进肚子里 对身体产生更大的危害 而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一种方法来代替农药去除害虫 那就是维生物农害防治法 维生物农害防治法是一种利用虫生真菌在虫体上生长的特性 来去除害虫 我们在众多的虫生真菌当中 使用了白将菌来当实验观察目的 白将菌它生产便利取得容易 而且在低温环境下保存也可长达一年之久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中对白将菌抗热抗脂外线 及保持活性做实验探讨 我们在实验中添加不同比例的糖类 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实验 第三点研究原理 一白将菌的培养 白将菌主要需求的营养因素为碳元 氮元和一些微量元素 这些营养因素可以从生活中容易取得到 二白将菌的物理特性 白将菌的包子力尽为2-5微米 所以我们使用200mage的塞网来筛选出我们所需要的白将菌包子粉末 三界面活性剂 界面活性剂可以使水龙衣的表面张力下降 使白将菌在水龙衣中有更大的生长空间进行生长 四紫外光模拟 我们使用UVC阶段波长的紫外灯对白将菌进行照射 以抵抗紫外线的实验 五碳元的影响 由文献资料中可以知道 当糖的效益比双糖来得佳 所以我们使用4%的葡萄糖水培养液来进行培养 六外在环境影响 主要分为三种 温度 湿度 与紫外线 我们主要探讨的是温度与紫外线 第四点研究方法 一 尾包培养 此实验为了取得大量的白将菌而使用冯萄米进行培养 二 抗热性实验 在包子悬浮液中加入界面活性剂 及固定量的糖类 于45度C的水域锅中进行观察 三 紫外线实验 此实验与抗热性实验雷同 我们把45度C的水域锅改成 紫外线造射5分钟来进行观察 四 白将菌对牙虫支持率实验 此实验为添加糖剂的白将菌包子对牙虫进行喷杀 来观察 第五点研究结果 第一点 白将菌单一糖类在抗热性探究 然后我们由实验可知 三里糖在4.5克时 败养率高达76.99% 而证实了适当添加糖类 有助于包子败亚率增长 第二点 混合糖类在抗热性探究 我们有实验可知 当添加量到一定的时候 就6克 它的败亚效果最好 然后当添加7.5克时 它的败亚率便大幅下降 第三点 白将菌的对抗热性 对照组织抗热性实验 我们 猜取两组 然后一组是无照射指外线 另外一组是有照射指外线 两者差了约 2.39倍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当包子收到指外线时 它的火性会 会损失 第四点 白将菌不同糖类之抗热性实验 我们可以知道 有添加糖的包子跟无添加糖的包子 两者差1.6倍 所以证明了 有添加糖的包子 它可以提升白将菌抵抗紫外线的能力 第五点 白将菌添加糖类在高温下对亚虫的致死率 我们采集了三种 对照组 葡萄糖 混合糖类 这三种在35度C 均对亚虫致死率较高 而这三种 混合糖类是最好 所以证实了 添加混合糖类 有助于维持白将菌包子的活性 并提高白将菌的 提高亚虫致死率 本研究中有白将菌抗热性实验 白将菌抗紫外线实验 白将菌包子对亚虫致死率实验 我们在白将菌抗热性实验当中 以单一糖类添加 葡萄糖添加 三立糖添加 混合糖类添加效果最好 而在抗紫外线实验当中 则是以葡萄糖添加 混合糖类添加效果最好 而另外在白将菌包子对亚虫致死率 实验当中则是以混合糖类效果最佳 综合以上结果我们可以知道 在需要抗紫外线抗热 及对亚虫寄生时 使用混合糖类添加是最好的方式 而我们的白将菌喷洒 在农田间时只需要加入介面活性剂 然后再加入一定比例的糖类 就可以喷洒迅速又方便 所以最后我们的白将菌喷洒剂 是维生物防治法的一种 所以它不会对环境造成伤害 也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是最好替代农药的一种方式 发完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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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